在本集的节目当中 您将看到人们为了保护我们的地球 都做了哪些创造性的努力 众多的女性是如何打破 传统角色的束缚 来书写自己的命运 那么第一个故事是来自印度 一个独特的项目 是如何利用阳光 为最贫苦的人们送去清洁能源 还有生活的希望 古吉拉特邦位于印度西部 几个世纪以来都浸润在古老的传统之中 但如今他在引领一场新能源技术的革命 种种变化让一个年轻人的生活发生改观 他就是23岁的帕斯帕马 住在巴罗达市 从小父亲不在身边 生活对他和他的母亲来说格外艰难 尽管生活困难 蓝牙本还是决心要让儿子接受教育 给他一个好的生活 他靠在城市里做家政服务 赚来的一点微薄的工资 总算让帕斯上了中学 帕斯擅长网络技术 可是每一家专营网络技术的公司 都要求持有大学文凭 三四年都找不到工作 帕斯差一点就要放弃了 然后一个崭新的机会出现了 一名朋友告诉帕斯 在他住的地区 有一家公司正在招聘 为一个世界首创的新型太阳能项目工作 帕斯的工作就是为支撑太阳能板的钢架结构铺设管道 短短一年时间在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的支持下 这家公司修建了世界第一座运河上的太阳能源区 它全长约3.6公里 蜿蜒在横贯巴罗达的运河上方 S.S.拉托莱是印度萨尔达 萨洛瓦 拿巴达 尼干姆 有限公司的会长和常务董事 拉托莱表示 这是一个完美的利用太阳光转化为电能的组合 提高古吉拉特邦的电力输出 同时降低对导致全球变暖的化石燃料的依赖 对有着13亿人口的印度来说 面对迅速增长的能源需求 这一项目有着巨大的几十亿议 运河项目主任KV三谷一认为 修建一座太阳能源区 却不占用宝贵的土地资源 需要的是奇思妙想 这座太阳能源区装有三万五千块太阳能板 能产生10兆瓦的电能 产生的电能大部分用于公司自身的运转 之前公司要依赖国家电网供电 所以现在国家电网的电能 可以以低廉的价格 重新分送至当地的居民家中 而像帕斯和他母亲一样的印度民众 能够享受改进后的也更可靠的电力 从更广的范围来看 最新的气候变化大会上做出的承诺 即将全球气候变稳幅度保持在两摄氏度以下 AK马利克是印度国家电网 古吉拉特邦的首级工程师 他提倡全世界转移对化石能源的依赖 现在园区已经建成 帕斯成为维修保障组的一员 确保所有35000块太阳能板 能够补货并储存最多的太阳辐射 帕斯的母亲说 每月靠她清洗太阳能板赚来的100美元 已经让生活有了很大改观 蓝牙本终于能够辞掉她的工作了 蓝牙本鼓励她的儿子继续深造 我认为了遥偿 她的重量 我认为了遥偿地房子 我认为了遥偿的工作 她在家里的工作 她就不会花钱 我认为了遥偿 她的工作了 我认为了遥偿地做了遥偿的工作 自帕斯高中毕业以来 读书这个愿望就始终驱动着他 他所在的公司也支持他的目标 帕斯意识到太阳能是未来的潮流 掌握该领域的专业技术 能帮助他实现梦想 巴罗达市的这座 运河覆盖项目取得的成功 也促使印度政府鼓励全国 其他有兴趣的省邦修建类似系统